有了几年前 尤其是这几年吧 这几年俄罗斯发生了一个数次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事件 接下来我们同一个短片一起再来了解一下 2004年9月1号早晨 俄罗斯北奥赛提共和国比斯兰市第一中学 正在举行开学典礼 一伙身穿黑色衣服 头戴面罩的武装分子突然闯入学校 把在场的许多学生 家长和老师劫持为人质 整个人质劫持持续了52个小时 9月3号中午10分 区域馆内发生两次爆炸 恐怖分子引爆炸弹 迫使俄罗斯各种部队冲入学校强行研究 据统计 在别斯兰市人质世界当中一共有331人遇难 其中有186人 2005年5月9号是俄罗斯庆祝魏国战争胜利59周年的日子 正是这一天 车臣共和国首府俄罗斯尼的迪纳莫体育场发生了剧烈爆炸 并造成重大伤亡 车臣共和国总统卡德罗夫和车臣国委员会主席伊萨耶夫在爆炸中身亡 高加索联合集群司令巴拉莫夫也在爆炸中身负重伤 在纵往医院后不至身亡 2009年6月22号上午8点20分 俄罗斯印古时共和国总统叶夫库罗夫的车队行驶至纳斯兰市郊外时遭遇路边汽车炸弹袭击 他的三名保镖当场死亡 包括叶夫库罗夫的弟弟乌维和多名保镖受伤 叶夫库罗夫本人受伤后经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 可以说呢俄罗斯这几年的政治经济情况都发生了很好的变化 好转多了 那么为什么还要 比如说这次这个事件 已经很少 这几年看起来已经很少发生这么大的这个恐怖危险事件了 这次事件又说明了什么 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点 这次事件是发生在金融危机对俄罗斯形成强烈冲击的背景之下 金融危机对于俄罗斯的某些地区某些人群而言 就是一场贫困化的运动 这次危机的影响力呢 在北高加索地区就是车筒所在的地区体现的也非常清楚 我们经常讲在北高加索地区贫困的就是导致恐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费源之一 好多老百姓当年没有吃的东西 他们住在住在一个没有寻暖的房间里中间天气很冷没有吃来水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恐怖分子恐怖集团很容易和他们达成一致 给一些物质的救助就成了自己的应对了就成了自己的支持者 这是非常明显的 车筒非法武装很多情况下是隐藏在老百姓老百姓中间的 而这次金融危机呢 我觉得对俄罗斯形成的形成了很大的冲击 对当地的经济重建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我们知道在07年以后 俄罗斯联邦政府对外地区进行了大 它根据骅 endanger 我们评论 甚至是 一直对俄罗斯需要乡 在勺买一下